那么如何从司法的专业角度 我们来看这场世纪大审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为您通过电话连线 请人在北京的中国维权律师 普志强先生 来我们做深入的分析 普志强先生您好 您好您好 听得到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最新的发展 已经在六点半结束了今天的庭审 那么宣布明天还要展开第三天的庭审 对于这个庭审 很多人本来预计两天就可以结束的 现在要继续拖延到第三天 这是在您的意料之中吗 应当说也会在意料之中 因为薄熙来也是一个个性鲜明的领导员 他现在呢是一个个性奔放的被告人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呢 那么就某些证据某些言辞 出现这个和原定剧本掌握的时间不一致的情形 以至于呢这个庭审的时间必须拖长 我相信呢这个顺延到明天后天继续进行审理 这个呢也是正常的 是那么普律师我们知道薄熙来的审判很多人说勾起了他们的回忆 在1980年代我们知道许多中国民众就是在公共电视机前面来收看对四人帮的审判 那么当年替江青辩护的张思之律师认为啊 中国的司法在30年后仍然停留 那么您认为薄熙来的审判与当年的四人帮审判来相比 有没有进步呢 您的看法 我觉得对四人帮的这样的一个审判和今天对薄熙来的审判呢 有一个共性 这个共性呢就是两者都是政治审判 而不是基于法律的审判 只不过呢就是在1980年审判四人帮林彪集团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中国刚刚从这个文革这样的一个无法无天的状态中间走出 整个社会拨乱反正 像邓小平彭真这样的领导人呢 亲身经历了文革和党内的这种残酷斗争 应当说在那个时候的中共领导人 也有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的这样的一种愿望 包括呢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呢 对这样的一种感受呢应该是比较新鲜的 我要说的是呢 那个时代的辩护人被告人和审判人员 包括中共高层的领导人 都还拥有一种对法治的信念 然后他们还愿意呢去认真的去做 只不过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法治过于不健全 以至于有些事情呢 他这个处理起来呢有点质朴或者说有点粗犷 那现在来讲呢就是说经过三十多年的这种 法治建设和改革开放呢 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了法治应该是什么 那么在今天呢依然是在一个权力高度控制和导演之下进行 薄熙来这样的一个所谓敏感案件的审判只能说明中国的法治 中国的司法没有进步 我不是说呢这个否认这个社会的变化 而是决定法治是否进步的这个短板 最短的一块板是针对薄熙来这种案件的审判上 在这个上面如果说能够公道公开公平公道 那么法治建设是进步了 如果在这个方面没有本质的变化 说明我们这个社会还在停滞乃至倒退 是 普律师昨天呢我们知道您在看完第一天的审判之后 您写了一篇这个评论文章叫假作真实真意假 您对于薄熙来审判是不是能独立审判 是不是公开的审判都提出了质疑 是不是能简单跟我们谈谈您的论点又是什么呢 我个人感觉就是说 昨天呢也看了那个庭审上的微博的这种实录 首先呢庭审上的微博实录 微博的这个直播呢 甚至包括对电视观众的公开 都不等于是审判公开和公开审判 所以真正的审判公开呢 是中国刑事司法的这样子一个原则 那么这个原则呢 它是以公开为原则 以不公开为例外 就拿这个旁听人士的这种进场而言 他不应该是经过严格控制 严格甄选的自己人进场 而应该是随即产生的 或者说呢至少他应该兼顾方方面面的人士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 没有哪一家感兴趣的媒体可以能够入场 然后呢今天我中午听记者们讲 中国的记者来讲呢 就是国内对他们这些 这个市场化的媒体有明确的禁令 就是不允许派记者到济南 所以说在济南真正奉命去采访的 只有外媒的记者 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 你怎么能谈得上一种公开公正的审判呢 还有呢就是说像我这样 根本对于围观一场审判 围观一场假把戏没有兴趣的人 北京市公安局也要偏偏要的 也要派警察多次的跟我核实 而且要陪伴我在北京度过 以防止我流窜到山东去 影响薄熙来案件的审判 那我感觉呢我们这个社会呢 应该说呢还是太野蛮了一点 再者呢就是说 再者就是说呢这个 真正的是不是公开了 或者说是不是一个 一个符合法治精神的审判 他体现在各个方面 比如说对薄熙来的案件的侦查 我就认为中纪委没有权力 限制薄熙来的人身自由 党章没有赋予双规 以这样的一种限制 他人身自由的权利 因而中央纪委对他的审查 本身就不是一个合法的行为 因为中纪委并不是 法定的国家刑事侦查机构 所以说呢在纪委方面 所取得的任何证据 我认为都不可以在一个 行善件中间出现 我觉得从程序公正的角度来讲呢 应该展开 应该放任薄熙来呢 就所有的言辞证据呢 来提起这样的一个 非法证据排除方面的一种程序 好的 来首先确定这个程序 这些证据是不是可以用的 言辞证据 然后才是别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 这是中国的维权律师 胡志强 胡律师在北京 接受我们的访问 也就是 那